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影片開始前先讓我小宣傳一下 就是我已經開始經營FB跟IG了 所以這邊要麻煩各位幫我按讚追蹤一下 那你只要在這張照片的貼文底下留言抽起來 就可以參加由我本人所贊助提供的抽獎活動 獎品是總價超過500元的零食套餐 那如果你想要FB跟IG都抽 兩邊都留言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兩邊都去按讚追蹤一下 好的 那我們就正片開吃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的是 萬華區一日美食地圖四選 分別是一甲子餐飲 無洲街原汁排骨湯 以及頂級甜不辣 最後是兩喜號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觀眾 首先第一站呢我們來到的是一甲子餐飲 那這家我之前排比比登系列的時候就有來過 真心覺得他們家的控肉是我至今吃過最好吃的 光看它的色澤就不太一樣 是一種深褐色但同時保有那種光澤感 而且重點是它這碗控肉飯的小菜 它的小黃瓜它的菜脯跟它的豆干都非常的好吃 然後呢我今天還有點了一個碗粿啊 上次沒有試過 看起來就是淋上了蒜蓉醬油 還有灑上一些菜脯 好的各位 那我們就直接開吃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 把控肉飯當做早餐相當的幸福 那我們首先就來回味一下它的控肉 各位看一下它也是那種屬於一夾就很容易分離的類型 感受一下 我個人覺得他們家很強的一個點就是它的滷汁 不是你在其他地方有吃過的 是一種很濃郁的醬香 但又不會說過鹹 還帶一點微甜 然後再配上它燉得非常軟爛的控肉 特別是油脂的地方 那個咬下去爽的真的超高 我們再來吃一下它的豆干 它其實有兩塊 我剛才已經偷吃了一塊 豆干本身也是非常的入味 而且那個滷汁甚至不會輸給它的控肉本身 吃完兩口重鹹的 我們來爬一口小黃瓜調整一下 小黃瓜吃完就可以再接著一塊控肉 而且他們家的米飯真的是粒粒分明 也不會過時 好吃的控肉飯就是要有這些特點 好那我現在就來吃它的碗粿 對 上面還有大量的菜脯 碗粿切起來的手感特別好 吃一下 碗粿的口感是相當的鬆軟 然後它那種蒜蓉醬油的味道 也不會說過頭就是淡淡的 你可以更專注於它碗粿本身的米香味 OK各位觀眾 總結言呢 一甲子菜飲 我相信不用多說 必比登推薦 真的好吃 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些 乳香很獨特很粗重的控肉 Parma夾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來到的是 吳洲街原製排骨湯 那其實萬華龍三寺這一代啊 有非常非常多家賣原製排骨湯的 然後找的這家是比較有街頭感路邊的一個小攤子 而且呢他們家的排骨湯是可以續的 那我當然呢就直接點了一套高麗菜飯配上原製排骨湯 好那我們就先從它的湯頭起手 現在氣溫不到10度 喝一杯熱開水也是很舒服的 但我必須說他們家的湯頭 雖然說它的色澤看起來是比較白濁 然後還漂浮一點油脂的感覺 但相對的你喝起來那種骨頭熬出來的甜味也是更明顯 然後呢再配上它菜頭那種清香的感覺 寒冷的冬天用雙重捧著排骨湯喝特別舒服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吃它的排骨本人 而且他們家的排骨呢都是這種帶筋帶膠質的 而且重點是非常的巨大 為大家示範一下如何正確的享受一碗的排骨湯 各位觀眾雖然它表層看起來是紮實紮實 但你要知道它的內部燉得是非常的軟爛 然後你感覺出來它外層是被那種大骨湯的香氣給包覆著 同時帶有點蘿蔔的清香甘甜味 我上次吃灶頂它比較像是那種一整根的熱排骨的感覺 但我今天吃到的這一塊就很像是那種夾在骨頭中間 然後非常軟爛 同時帶有膠質還有骨水香氣的味道 這個部位捆起來就特別享受 給它沾點它的辣醬 這一碗湯才70塊 排骨給這麼大塊 個人覺得真的非常超吃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來爬一下它的高麗菜飯 我覺得它米飯的部分有點不如濕潤 比較不是我個人喜歡的路線 但我畢竟說它那種高麗菜的甜味跟油蔥的香氣是更加明顯 然後再教各位一個專業吃法 幫它淋上點辣醬 或是你淋醬油膏也是可以 這樣吃起來就會有一點點那種豬油拌飯的錯覺 真心推薦淋上醬油膏高麗菜飯真的會變非常好吃 OK各位那總結而言吳洲街原汁排骨湯 不管是它的排骨湯底還是排骨本人 真的都是深得我心 重點是肉很多 你可以非常享受那個啃肉的爽感 寒冷冬天來上一碗那絕對是必須的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 接著下一站我們來到的是頂級甜不辣 那它呢是位在萬華萌甲夜市裡面 非常夯的一間甜不辣專賣店 而且菜單相當簡單 就只有大份跟小份 所以說你也不用特別去想要吃什麼 那它呢裡面就是有甜不辣 有菜頭有豬血糕跟貢丸 還有比較特別的水晶餃 但重點是它上面淋上這個祖傳山醬 剛才稍微小撇了一下 味道真的非常好 有股淡淡的味噌香 然後待會你吃完呢 還可以請老闆加湯喝下去 哇那絕對是非常的舒服 好那我們首先呢就從它的甜不辣起手 感受一下 首先第一個感覺是醬汁味道 真的好吃 以甜味為主 但同時呢又帶有點那種味噌 甚至是豆瓣的鹹香 然後甜不辣本身呢就是非常的Q彈 也不會說因為泡了很久 導致它表皮會變得軟爛 口感還是非常的好 我們來一塊它的豬血糕 豬血糕走的是一個紮實路線 個人喜歡這種口感比較強烈的豬血糕 但我覺得重點是它的醬汁味道真的很好 會有一種想把它買回家沾的其他東西吃的蔥凍 再來試一下蘿蔔 他們家的甜不辣都非常的燙 不過冬天就是要吃這樣才爽了對不對 下一口是長條狀的甜不辣 而且我覺得除了它沾醬味道很好以外 甜不辣本身呢絕對也是高品質 那個口感咬下去就知道 保有那種Q彈還有那種魚漿的甜味 好那我們最後呢就吃它的水晶餃 OK各位 總結言呢頂級甜不辣 我只能說我沒有在任何地方吃過甜不辣的沾醬 是那麼的獨特 而且很好吃 那種味噌的香氣是非常讓人上癮的 各位來到萬華來到龍山寺附近呢 它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好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OK各位觀眾朋友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的是涼喜浩 它是一間萬華在地的百年老店 之前柯P市長也有推過這一家 很想來嘗試一下 那我今天點的就是他們的涼喜魷魚羹 那它呢其實就是魷魚加上肉羹 然後裡面還有滿滿的筍絲 聞起來呢還有一股蒜的香氣 那當然呢還要再配上一份炒米粉 而且他們家的米粉都是用蒸籠蒸的 所以那個口感會特別的Q 上面還有淋上滿滿的蒜泥 豆芽還有一點油蔥酥 那最後呢是一份現炸牛棒 旁邊一樣有附沾醬讓你來搭配 好的那我們現在呢就直接開吃 首先呢就與它的牛棒洗手 首先第一個感覺是炸的真的相當酥脆 然後因為它就是牛棒加上魚漿去弄的嘛 所以你可以吃到除了牛棒的清香以外呢 還有那種魚漿的甜味 不過我覺得重點是它那種表皮剛炸好酥脆的口感 配上裡面QQ軟軟的魚漿 最後呢沾上微甜的沾醬 吃起來呢相當開胃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吃它的叉皮混 先讓它的蒜泥分散一下 而且我這個小混的量真的還滿多的 我覺得你觀眾看了就知道它的炒米粉是非常的Q 真的是有一種條條分明的口感 然後再讓它表著很濃的蒜香 我們加一點它的辣醬試一下 加了辣醬提味一下那個感覺完全可以 是一種香辣 不是走一個刺激感很強的路線 很適合這種不太會吃辣的人 好的那我們最後呢就來喝它的魷魚羹了 裡面的料真的還滿多的 來一口魷魚配上肉羹 雖然我今天好像講句話非常多吃 但是這麼冷的天氣 喝這種熱湯真的是很幸福 那我覺得他們家羹湯本身的香氣走的就是一種 我們經典款吧 蒜香配上一點蘿蔔絲的味道 然後魷魚本身的口感也是非常Q 所以說有筍絲的脆 魷魚的Q 配上口感紮實的肉羹 合在一起就是一碗很好吃的魷魚羹湯 幫它加一點醋 然後呢充分的攪拌一下 加了醋以後那個感覺又是完全不一樣 那種酸香可以把羹湯的甜味更加的提升起來 OK各位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萬華區 一日美食地圖四選 果不其然萬華跟大同就是大台北地區 傳統小吃老店最多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這四家吃起來讓我自己最有印象的 大概就是原汁排骨湯 那個排骨太神奇 它給我那一塊是肉含量非常的多 而且都是那種帶筋膠質的部位 你扒開咬下去 哇爽度真的超高 那當然我們最後一家來到了良喜浩 相當優質的百年老店 而且你來這邊呢 幾乎是可以吃到萬華在地的各種傳統小吃 以一個高品質的方式提供給你 好的那就是這樣啦 詳細的點家資訊一樣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web